三年前在美国西墨西哥州开拍的低成本西部电影《铁秀》 因为枪械操作员疏忽检查 导致好莱坞男星鲍德温的枪械走火 意外涉食女摄影师 案件星期一在当地法院判刑时 虽然被告古特雷斯身为巨下求情 强调他没有代夫职守 但法官依然判处他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入狱18个月 I am saddened by the way the media sensationalized our traumatic tragedy and portrayed me as a complete monster which has actually been the total opposite of what's it been in my heart Your Honor When I took on rust I was young and I was naive but I took my job as seriously as I knew how to Despite not having proper time resources and staffing 古特雷斯在庭上求情室说自己也为死者感到难过 但电影的拍摄时间太过仓促 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检查 才会导致意外发生 希望可以获得缓刑 不过陪审团却认同主控官的说法 也就是被告在剧组部知情下携带枪支到片场 而且也没有仔细检查枪械 更是在放案后毫无悔意 应该被判刑 法官桑莫斯也表明 被告早前坦诚 自己在查看枪支已变后 就不再做后续检查 才是引发命案的原因 必须为疏忽付上代价 不再做后续检查 不再做了